大家好,欢迎来到阿汤的历史世界,创作不易,感谢大家支持。 汉旭和亲是汉初高祖刘邦经历白灯之围后,认识到大汉的实力不如匈奴,痛定思痛采取的一套怀柔之术,就是通过宋公主和亲和财务利诱,满足匈奴的要求,实现了和平共处的一项外交政策。 汉兄和亲执行的效果怎么样?汉朝采取的这种给人给物的外交策略,是涉于匈奴骑兵强大实力的立心选择。 刚刚结束了秦末的大乱,汉朝初年的国力还无法于统一草原的匈奴抗衡,从此,汉高祖开始的和亲限公政策成了汉朝初期的惯例,每当在汉朝和匈奴出现统治者变纲的时候,就会有一位汉朝公主被送到匈奴和亲, 以确保两个大国之间的盟约继续有效。 对于汉兄和亲的政策,大汉朝一直认真地执行,但是实际的效果是怎么样呢? 汉朝将公主以及大量的物资源源不断地送往匈奴的龙庭,匈奴缠于所在地,以为能够换来边境的和平,但是大汉的北部边境依然时不时地受到匈奴的人南下打鼓草的骚扰,大把的钱花出去了,却买不来和平。 这按汉朝统治者出奇的愤怒,认为野蛮的匈奴人未开化,背信弃义,而且贪得无厌。 当然,这些评价都是站在汉朝的视角,如果站在匈奴缠于的视角看,会有不一样的结果。 汉兄和亲失效的问题真的是匈奴人贪得无厌这样吗? 我们与其去指责匈奴缠于和其部下的人品、道德,不如深入地了解一下匈奴这个草原帝国的国情。 弄明白草原帝国的统治逻辑,我们就能够找出和亲失败的原因了。 匈奴人所管辖的土地是一片地光人稀的草原,由于草原的气候原因并不适合像汉朝那样发展以耕种为主的农业生产。 草原的优点就是草多,所以适合发展以游牧为主的畜牧业。 畜牧业主要是放羊、马、牛、羊等牲畜,但是牲畜太能吃草了,一片草场无法供给牲畜所需要的草料,吃光后就必须去寻找新的草场。 这样有规律的游牧一方面保证了牲畜的活力和草料,另一方面也维护了广阔草原的生态环境,草原上的民族必须得不断地四处迁徙。 游牧民族的游字就是这样来的,因此游牧的生产方式决定了匈奴的社会形态,国家治理方式,会和华夏区域的大汉截然不同。 草原的治理方式是什么样的? 从草原上最微观的结构——家庭,我们就可以理解匈奴帝国政治结构的由来。 在草原游牧民中,一个大家庭往往由数代有着血缘关系的男性亲属组成,并由辈分高的家庭的年长男性所领导。 男性在成年结婚后,一般会向大家长塑摇一些牲畜,作为自己的财产,也是自己养活家庭的工具。 不过他并不会远离自己的父辈和兄弟们,而是仍然和大家一起生活,放牧牛羊。 因为对一个独立的家庭来说,理想状况是男人管理畜群,女人管理蒙古包。 但是在草原艰苦的自然环境中,一个家庭是很难完全自食其力的,需要更多的家庭通力配合。 于是,有血缘关系的许多家庭组成大家庭,共同放牧大家的畜群,以及协力完成其他事情。 许多邻近的大家庭就构成了一个草原部落,战争时这个部落就成为了一支小规模的军队。 地广人稀的草原帝国,其实就是由这样的一个个以家庭为单位的族群构成的。 大大小小的族群不断地迁徙,放牧,他们认同蝉鱼是自己的最高首领,但蝉鱼无法直接控制某一个小的族群。 他需要通过控制某个大的王,间接控制小的王,把自己的命令一层层传下去,最后抵达一个具体的族群。 而且,由于有牧经济的特殊性,不论是蝉鱼的龙亭,还是大小王的营地,或者某个族群的营地,总是在不断的迁移之中。 因此,矛盾蝉鱼为了管理这以辽阔的草原为主体的国土,将匈奴的疆域拆分为东、中、西三个大的部分进行管理。 中央是龙亭,也就是蝉鱼亭,由蝉鱼自己直辖。 东西两边分别是左贤王和右贤王管理的区域。 蝉鱼亭南边对着汉朝的戴郡和云中郡,左贤王亭是匈奴的东部地方政府,统治区域东阶朝鲜,南界接汉朝的上古郡,右贤王亭属于匈奴的西部地方政府,管辖区域南道汉朝的上郡,西部直邸,肉汁和邸,羌各部落。 按照匈奴传统习俗,通常蝉鱼以下以左贤王的地位最尊贵。 左贤王不一定都能成为蝉鱼,他只是蝉鱼的第一顺位人。 也就是说,相对于同为蝉鱼兄弟或子孙,具有继承权的右贤王和左右鼓励王而言,左贤王成为蝉鱼的可能性最大。 这种蝉鱼居中左右贤王两翼齐飞的制度,可能在矛盾时代之前就在草原上施行了。 范维则可大可小,一直被此后的各个草原政权采用,管辖广袤的草原和各部落。 从匈奴的管理制度,我们可以发现草原帝国的重大秘密,即他们并不是铁板一块,实际上都是松散的部落联合体。 汉匈和亲的失效,其实大汉是错怪他们了,表面上看是匈奴蝉鱼背信弃义,其实背后隐藏着匈奴蝉鱼不愿让汉人知道的秘密, 那就是远离龙亭的草原部落侵犯汉朝边境的问题,他管不了。 前面说过,草原上的大小部落都在四季中不断的迁徙,包括蝉鱼所在的龙亭,位置也是不断变化的。 所以汉朝派去和匈奴联系的使者抱怨,这龙亭怎么没准地方啊,老实话。 汉朝人也很是困惑,匈奴这国家连国都没准地方,这是什么国家啊? 蝉鱼和龙亭都在不断的迁移,移动,更何况小的草原部落了。 所以,很多时候蝉鱼真的不清楚某个族群当前具体在哪里,他们在干什么。 蝉鱼全国人民都在移动,这对于统治者来说就不好办了。 怎么不好办?都是游民,不好管理,也没法收税啊。 农耕帝国的人都是依附于土地去谋生,离开了土地就活不了了。 所以古代中原王朝能够实行郡县制的官僚体系,然后建立户籍制度,人只要一固定,赴税和劳役就好办了。 但是,在草原上这一套可玩不转,你今天跟他说收税,明天肯定就找不着人了。 草原那么大,收那点税还不够追他的成本呢。 那么,既然匈奴蝉鱼没法收税,怎么维系草原帝国的统治呢? 答很简单,草原上的蝉鱼不收税,他们对草原的统治靠收买。 你看,不仅不向各个部落伸手要钱,反而要分给他们钱。 蝉鱼的钱从哪来啊? 有两种途径。 一,跟农耕民族进行已无一物的贸易。 二,从城城的南边农耕民族那里抢。 矛盾时期,匈奴基本控制了西域,完全垄断了汉朝与西域之间的交通路线。 西域诸国乃至中亚的安息都喜欢汉朝的丝绸、茶叶、瓷器等。 但由于交通路线为匈奴所组,不能直接与汉朝进行交易,所以就只得依赖匈奴做中间人。 如此一来,匈奴这个中间商可谓是赚足了差价。 因此,有了安全稳定的收入来源,匈奴人就没必要冒着风险去南下打鼓草了。 所以,匈奴缠鱼要维系庞大而松散的草原部落联合体,除了自己部落有足够强大的军事实力,可以镇得住场子外,更为重要的是还要能给整个草原的各个部落带来经济利益。 这才是草原帝国长治久安的关键。 弄清楚匈奴帝国的权力结构,我们就知道汉朝的和亲宪供策略为什么屡屡失效了。 汉朝送给匈奴龙庭的那些贡品,基本上由匈奴缠鱼先分给龙庭内部享用了。 最多再分配给未有大权的左贤王庭和右贤王庭一些,再往下的那些小部落根本分不到一杯羹。 对那些小部落来说,生活本来就比龙庭要艰难很多,也需要华夏的物产来改善生活。 他们当然可以通过官室来交易。 不过部落较小的时候,本身资源有限,达成交易相对困难。 再有个天灾人祸什么的,这些部落就只能铤而走险,拉起一队人马冲向南边抢东西,然后带着战利品逃回草原。 需要强调的是,匈奴方面本来就有很多从汉朝投降过来的叛将、叛兵。 他们对汉朝的边境情况更加了解,也更容易南下截略财物。 汉朝这边愤怒地骂匈奴人不守信用,而高高在上的匈奴蝉鱼,可能根本不清楚下面的小部落干了什么事情。 即使禅于知道,有些小部落可能南下截略了,有牧帝国的松散特性让他们也不好管束,甚至懒得管束了,反正自己的龙庭定期能收到汉朝的贡品,能够笼络住与自己关系最紧密的那批部落首领,维持住大体上的场面就行了。 因此,汉朝的贡品最多只是买到了来自匈奴王庭和主要族群的和平承诺,并不能杜绝边境上的侵扰行为。 现在我们知道了,汉朝人指责匈奴产于背信弃义其实是冤枉他了,可惜当时汉朝上下很少有人看清这一点。 汉武帝时期,汉朝攒够了战争的本钱,对匈奴发动了一次次的征伐,虽然魏清获取并取得了收复和套地区,控制河西走廊这样的成果,但汉武帝没有就此西战,而选择了几次倾尽全国之力,深入匈奴腹地的战争。 结果我们都知道,由于北方草原太大了,游牧民族又善于迁徙,他们暂时避开了汉军的刀锋,等汉军武功而返后,找一块肥美的草原就恢复生机了。 因为草原的游牧方式,大汉无法在草原上建立郡县制的统治,汉军也不可能长期在草原驻军。 没过几年,匈奴人就又捐土重来了。 这事儿,我们事后诸葛亮来分析,对汉朝来说,要彻底解决匈奴的北方威胁。 最好的方案莫过于分化瓦解匈奴,用一个草原部落来制衡另一个草原部落,从而保障长城以南的王朝疆域内的长久和平。 你暂时消灭了匈奴,又能怎样?匈奴没了,也还会有其他游牧民族部落崛起。 可见,能够抛下我们已有的经验,去以不同的角度去思考问题是多么的重要。 换位思考,说起来容易,其实真正能做到,并不容易。